你就踏踏实实跟着朱映干吧 你就踏踏实实跟着朱映干吧 他会给你惊喜的 好不容易 赵总 我给你的修改方案 你看了吗 卢长 我刚休息一分钟 是吗 你这一早上一会儿买烟 一会儿买咖啡 一会儿买水 至少下来五趟了吧 你这什么呀 我们要把五迪五家人低机 重新打捞 要做的工作很多 千头万学 所以必须要有一个 细致的工作安排 这是我做的项目精程表 以小时为单位 不用这么细吧 咱们必须细致到每一周 每一天 甚至每一小时做什么 而且要留出足够的激动时间 高效率地完成 才能有地方实施半功倍 不是 那这也有问题啊 赵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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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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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都是咱俩的活 他干吗呀 他还在学习阶段 以我以往的经验来看啊 像计划这种东西啊 他都是拿来被打破的 那你试试 试试 试就试试 公平一点 投票吧 好啊 民主集中 我同意 不 我反对 同意 二比一通过 今天下午开始行 民主集中吧 又不是我做的 不是 你就点谁站着说话 不会要我同意 不是 行 那你觉得怎么对啊 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伺候不了 是不是这样好多了 是不是这样好多了 还没走啊 对朱组长折腾坏了吧 累是累点 但你说就邪了门了 他改动这么大 我还真没觉得他折腾 你说为什么呀 因为你的工作量 根本没增加呀 没增加怎么可能 其实朱运没有可以少 跟你安排工作 该分配的任务 一项没少 但你依然觉得 干起来很轻松啊 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呀 因为他知道每一周 每一天 甚至每一个小时 应该做什么 他搭好大体框架 这样主干就不会偏 之后再一点点添加细节 你跟朱运到底认识多久了 他就一直这么厉害吗 还行吧 你就踏踏实实跟着朱运干吧 他会给你惊喜的 我再八卦一下 你跟我们朱组长 到底啥关系啊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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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进公司 就一个要求 必须得把你带着 那没关系 他替你挡刀 那没关系 他还自掏腰包 给你发工资呢 那真的我们傻呀 跟我说说 不告诉别人 因为我长得帅 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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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啊 行不行 行 行